大家好,我是奇珍妙想 今天来教大家勾制一款这种格子的棋盘包 这个是我勾好的一个黑白格子的 在编制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下用到的材料和工具 灌心棉,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来进行搭配 勾针呢是3.5毫米的 咱们这个包包用到的针法主要就是长针还有短针 并没有特别的针法 唯一比较麻烦的地方呢就是需要频繁的来换线的颜色 通过颜色变换呢来实现这种黑白格子交替交错的效果 今天呢我就用这个深红色还有这个浅粉色来给大家展示 我们先来起锁针 先打一个活结套在勾针的上面 我们来挂好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穿过 再从中指和食指之间穿过 左手捏住线,右手拿着钩针 钩针放到线的上面,逆时针绕线,通过线圈 这是第一个锁针,再绕线,通过线圈 第二个,继续绕线,通过线圈 第三个,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操作 第四个,绕线,通过线圈 第五个,第六个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起到47个锁针 这里呢,我已经把47个锁针切好了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每一个锁针的正面呢,都是这样一个微型的小辫子 一个小辫子就是一个锁针的针目 大家可以通过数这种小辫子的个数 来检查自己勾的是否是正确的数量 我们在最后一个锁针的上面可以给它标记一下 7号扣扣在这个小辫子上面就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往回钩织长针 扣7号扣的地方是倒数第一个 然后我们往下数到倒数第五个 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三个,倒数第四个 倒数第五个 倒数第五个里面呢,我们开始往回钩织长针 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 调起锁针的上半针,也就是小辫子上面的这根线 这里 把线勾出来 然后绕线 先通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这就是长针的钩法 再给大家演示一次 钩针绕线一圈 调起下一个锁针的上半针 也就是小辫子 上面的这根线 把线勾出来 绕线通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绕绕线一圈 我们调起下一个锁针的上半针 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我们把最开始的这一些锁针 也看作是一个长针 加上我们后来勾的三个正式的长针 这里相当于一共勾了四个长针 接下来我们需要换颜色 再来勾支长针 我们换颜色的方法 是在它上一针未完成针处进行换线 之前我们已经把最后的长针 给它勾好了 我们给它先拆掉 给大家说一下换色的方法 我们重新勾一下长针 先绕线一圈 然后挑起锁针上半针 把线勾出 我们绕线 只通过前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我们在未完成针这里 换成浅粉色的线 通过最后的这两个线圈 这样就已经把颜色换好了 再稍微拉紧一下这个大红色的线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这个浅粉色来勾支 四个长针 勾针让线 继续挑下一个锁针的上半针 我们勾的时候呢 把这两根线 深颜色的线 还有这个浅粉色的线 都放到勾针的上面 边勾边给它藏进去 把线勾出 绕线通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好 这是第一个 也是需要勾四个 一定要把这两根线给它边勾边 包在里面 放到勾针的上面 就会藏在里面 这样 第三个 第四个这里 因为下面我们又需要换成深色的线来勾支 所以这里先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最后换成我们深颜色的线 通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大红色的四个 然后浅粉色的四个 都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呢 勾法就是四个深色 然后四个浅色 这样交替的来勾支 都是勾四个长针 直条锁针的上板针来勾支 一 二 三 第四个 先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换成粉色线 我们把粉色线再拿出来 然后绕线 通过 这两个线圈稍微拉紧一下 这个深色的线 接下来还是用粉色的线来勾四个长针 一 二 三 第四个 这里换颜色 勾一个未完成针 然后换成我们深颜色的线 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稍微拉紧一下这个浅颜色的线 线图的地方 大家给它稍微修剪一下就可以 这样就藏在了我们这些线的里面 接下来的勾法呢 接下来的勾法呢 都是 四个深色 然后四个浅色的长针 调锁针的上半针来勾支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勾到最后 最后 是四个深颜色的长针 一 二 三 四 这样我们底部的第一行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勾底部的第二行 先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这三个锁针呢 我们把它当作是第一个长针 然后翻转支片 接下来还是用我们这个深颜色的线来勾支长针 需要 挑的针目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长针上面对应的这个小辫子 也就是长针的针目 这里 最上面 每一个长针的针目来进行勾支 我们这个三个锁针 我们把它看作是第一个长针 我们把它看作是第一个长针 它对应的是第一个长针的针目 也就是这里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勾支 第二个长针 勾的时候呢还是把这个粉颜色的线给它藏在里面 勾针绕线 挑起第二个针目 把浅颜色的线放到勾针的上面 把线勾出 然后绕线通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四个都是同样的勾法 边勾呢 边把我们这个浅颜色的线给它藏起来 勾到第四个的时候 在未完成珍醋这里换成粉颜色的线 勾完 接下来是浅颜色的线 勾四个长针 和我们上一行的勾法是一样的 第四个的未完成珍醋换线 大家就按照四个深 然后四个浅 这样交替的来往下勾支 都是四个长针 最后一个长针 在咱们做记号扣的这个位置 调它任意的一根线 或者是两根线都可以 先勾一个未完成针 然后换成浅颜色的线 勾完这针 这样咱们这个底部呢 就已经勾好了 底部呢 是两行长针 我们这个包包的主体部分呢 也是 由两行勾成一个格子 黑白相间 接下来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翻转支片 大家可以在第三个锁针的上面 给它标记一下 这三个锁针呢 相当于是第一个长针 我们 接下来用我们这个 浅颜色的线 再勾三个长针 在第二个针目开始 这行的勾法 这里的勾法和我们刚才 底面的第二行勾法是一样的 第四个这里 不要忘记 提前换色 然后还是 四个浅 然后四个深 交替的来勾支 大家先勾到我们这一行的最后 我们第四个浅颜色的这个长针 在起立针的第三个锁针上面勾支 勾一个完成针 勾完未完成针以后 换成我们深颜色的线 来勾完这一针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挑这个底面 这三个锁针 也就是起立针 这个小力柱来勾支长针 先勾支 挑这个 先勾两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呢 我们再挑底面 第一行 最边上这个长针的小力柱 这里 再勾两个长针 挑起我们 这个长针的小力柱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未完成针这里呢 我们再换成浅颜色的线 勾完这一针 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调的是锁针剩下的两根线来勾支长针 之前我们是调的锁针的上半针 接下来我们就调剩下的两根线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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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和我们最开始的这个长针入针的位置都是同一个地方 还是四个针 然后四个深交替的 针的时候呢 边针边把这两根线都给它藏在里面 一 二 三 第四个 换色 接下来是四个深色 一 二 三 第四个 要完成针的地方 换颜色 接下来大家就按照四个针 然后四个深 一直勾到我们 这个位置 这一侧的 我们粉色线 最后一个长针 在 起立针的 第三个 锁针这里勾支 未完成针 然后再换成深颜色的线 勾完这一针 接下来呢 我们是挑边上 底面这两行的长针小栗柱 来分别勾支两个长针 先挑第一个小栗柱 一个 两个 接下来这里也是 接下来这一个小栗柱的上面也是 勾两个长针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这里呢 再为完成针处 换成浅颜色的线 然后在我们交扣的位置进行引拔 这样我们侧面 也就是包包主体的第一圈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呢都是来进行圈钩 我们两个相同颜色的这种长针 两行构成了一个格子 所以接下来呢最开始我们还是要用浅颜色的线来勾支三个锁针为起立针 新手呢可以在第三个锁针的上面做标记 如果熟练以后呢可以不做标记 接下来再勾长针 第二个 我们这三个锁针呢就把它是当做一个长针 包括我们接下来这个侧面的每一个 每一圈第一个长针都是用三个锁针来替代的 好 每勾完三个 然后在第四个未完成针处这里就要进行换颜色 接下来大家都按照四个浅 然后四个深这样子一圈勾下来勾到我们这个位置 最后是四个深色 最后一个长针这里呢我们不用换色 因为下面呢我们需要交替颜色 最开始呢要用深色 在我们几号扣的位置进行引拔 这样子我们包包的侧面 第一和第二行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的第三和四行和我们第一二行的勾法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相反 我们一二行是先勾的浅色 那么我们三四行这里呢需要先勾深色的四个长针 还是三个锁针的起立针 在第三个上面做一下标记 熟悉以后可以不做标记 第四个这里 换颜色 好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浅颜色的 一 二 三 第四个这里再换成我们这个深颜色的线进行勾支 大家还是继续按照四个深四个浅完成这一圈的勾支 这里呢我已经把第三到四行都给它勾好了 我们接下来的过程呢就是重复我们侧面一二三四的过程 深颜色和浅颜色的格子交替的来勾支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呢大约勾到第十四行 这里呢我已经把包包侧面十四行给它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勾支包袋的部分 包袋的地方呢就是过渡的这里 还有我们这个黑白相间大的主要的包袋的地方 我们统称为包袋 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先进行减针 从第一行开始慢慢的变窄 然后呢中间这个宽的包袋是不加不减 这一侧呢和这一侧一样我们两侧都是勾一样的 最后在中间给它缝一下 这里是我缝合的地方完全是看不到缝合的痕迹的 我们找到底面最中间这两侧的这个格子位置 这里 然后我们左右各往左右数三个格子 一二三这里 这一侧在这里 中间呢一共空出七个格子的位置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个格子的区域呢就是我们勾支过渡的地方 我们可以先打一个合结 我们找到第一个格子 在这里入针 在穿入合结当中 把合结勾出来 我们勾三个锁针 这三个锁针呢还是相当于是第一个长针 接下来继续往下勾长针 四个深四个浅 第一行的勾法很简单 我们在第四个格子这里进行换色 第四个长针这里进行换色 接下来就是四个浅 然后伸交替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勾到我们这一侧 第七个格子的位置 还有 double 按照 再按照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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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三 这里呢我已经把第一行勾好了 一共是七块 接下来呢我们翻转制片 进行剪针 从第二行开始呢我们需要剪针 剪针的原则就是两头剪针 中间不夹不剪 两头剪一针 我们先来勾两个锁针 一二这两个锁针呢 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接下来再从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接下来我们从这个针目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针绕线 我们穿入下一个针目 大家注意一定要把这个浅颜色的线头 也放到勾针的上面边勾边给它藏进去 把线勾出然后绕线只通过前两个线圈 我们把两个锁针也看成一个未完成针的话呢 现在相当于我们勾了两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接下来绕线通过两个线圈 这样子就把两个未完成针绕为一针 这就是一个长针的剪针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上面给它做一下标记 接下来再勾一个长针的剪针 先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只通过前两个线圈 接下来还是把线勾出 只通过前两个线圈 最后绕线通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勾了两个长针的剪针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因为下一个 因为我们下面呢需要换色 然后呢最后这三个线圈的这里 我又把它拆掉了 我们换成浅颜色的线勾出来 刚才忘记换色了 接下来中间是不加不减的部分 我们就是浅深交替的来勾支 四个长针 四个长针 反复的交替 一直勾到最后还剩下四个长针的针目 最后还剩下四个长针 然后我们这里依然是勾两个长针的剪针 和我们最开始这一侧是对称的 先勾两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最后绕线通过所有的线圈 最后一个长针剪针的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浅颜色的线 通过所有的线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翻转制片 当然也可以先勾两个锁针再翻转 还是两头剪针 中间不加不剪 我们这里有两个针目 我们先勾一个长针的剪针 在下一个里面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最后绕线 通过这两个线圈 这相当于是我们勾的第一个长针的剪针 大家可以在上面先标记一下 好 接下来呢 忘记换色了 我们一定要记得换色 好 我重新把颜色换一下 接下来呢 还是四个针 四个针 交替勾支 一直勾到最后还剩下两针 最后呢 再用浅颜色的线 我们勾长针的剪针 最后这里呢 我们要换成这个深颜色的线 勾完这个剪针 拉紧这个浅颜色的线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勾支两个锁针 翻转过来 这两个锁针是不算作一针的 所以图解里面我也没有写到 接下来呢 我们从下面的这里开始 就是从这个深颜色这里开始 勾两个剪针 先勾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最后绕线 通过所有的线圈 大家把记号扣扣在第一个剪针的上面 接下来再勾一个剪针 我们换成浅颜色的线 通过所有的线圈 接下来就是四个浅 交替的来勾支长针 最后呢还是勾支两个长针的剪针 第一个 我们记号扣位置 这一针 不用管它 我们是空出不勾的 因为这里呢 之前这一针我们也是空出来的 最后一个剪针 这里换成浅颜色的线 通过所有的线圈 好 拉紧这个深颜色的线 接下来还是翻转纸片 勾两个锁针 这两个锁针 相当于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然后在第二个针目 再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然后换成深颜色的线 通过这两个线圈 好 接下来是四个深 四个针 长针 交替勾支 最后用浅颜色的线 勾一个长针的剪针 然后呢 我们还是换成深颜色的线 来给它通过所有的线圈 接下来我们勾的地方呢 就是这里 从这个地方开始 最开始的这个剪针 这一针是空出不勾的 勾两个锁针 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以后呢 我们空出这个 刚才勾的这个浅颜色的 剪针的针目不勾 我们直接在这个深颜色的上面开始 还是两个长针的剪针 第一个 新手可以在第一针上面做好标记 这里我就不再继续做标记了 第二个剪针的地方 换成浅颜色的线 接下来还是 用浅颜色的线 勾四个长针 接下来是用深颜色的线 勾两个长针的剪针 我们换成浅颜色的线 通过 所有的线圈 现在呢 我们上面是两个 深颜色的针目 然后四个浅颜色 两个深颜色 一共是六 一共是有八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用再勾长针的剪针了 我们开始勾之短针的包袋部分 包袋呢 就是短针组成的 勾一个锁针 翻转 我们用浅颜色的线 勾两个短针 短针的勾法 大家再说一下 我们挑起第一个针目 把线勾出 绕线 直接通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勾法 新手呢 可以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标记一下 接下来第二个短针 还是直接把线勾出 因为下面我们要换成深颜色的线 所以要提前换色 在未完成针这里 换成深色的线 勾出 接下来是深色的线 勾四个短针 一 二 三 第四个这里 勾一个未完成针 然后把它换成浅颜色的线 换成浅颜色的线 勾完这一针 最后是两个浅颜色的 短针 我们浅颜色的话呢 是四行 组成一个格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勾好的这个 一 二 三 四 一共是四行 长针的话呢 是两行 组成一个格子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方法 勾一个锁针 翻转 两个浅色 四个深色 两个浅色 还是在未完成针处 提前进行换色 接下来还是 重复我们前面两行的内容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一共勾四行 这样的短针 注意勾一 其中一种颜色的时候呢 把另外的一种颜色的线 我们需要给它 藏进去 包在里面 第四行的这里 这个格子 第四行的这里呢 我们最后一个短针 需要换成深颜色的线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要变换格子的颜色了 整体变换 还是和之前的颜色相反 两个深 然后四个浅 两个深 这里没有太多的 复杂的地方 就是需要来回 不停的换颜色 大家就根据 我们讲过的方法 提前换颜色 把深色和浅色 格子交替的短针 效果给它勾出来 它勾出来的效果 是这样子的 黑白相间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勾到自己想要的长度 我们勾到 想要长度的时候 大约就是 勾到这样一半 你想要多长的话呢 你就 我们这一侧呢 是勾它的一半 然后另外一侧 和这一侧是一样的 现在呢 我已经把两侧的包袋 都给它缝好了 然后我们是一个断线 一个不断线 留出的这条线呢 我们作为缝合的时候用 缝合也非常简单 就是让两侧的这个 针目呢 一一对应 可以采用这种 卷针的方向 可以采用这种 卷针的方式 进行缝合 就是一个方向 这样子 最后缝合完 藏好线头 断线就可以了 最后的这里 可以来回多给它 绕几次线 gerne 好 按 isk